大家好,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雷朔,雷老师。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个新的语法。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语法是反问句,不是吗? 我们先来看几个短片。 今天晚上,大卫请我参加他的生日晚会。 可是今天下午的时候,大卫问我,你中午怎么没来? 这时候你一定很奇怪,他说的是晚上,不是中午,对吗? 所以你应该怎么问他来表示你的质疑呢? 再比如,安妮说他不吃辣的菜,可是今天大家一起去四川饭馆吃饭的时候,安妮吃了不少辣的菜。 你很奇怪,他怎么又可以吃辣的了? 那你应该怎么问呢? 爷爷想看报纸,可是他找不到眼镜了,很着急。 奶奶看见了爷爷的眼镜,他要提醒爷爷,应该怎么说呢? 这些时候,你都需要学会一个反问句,不是吗? 来增强你的语气。 反问句并不是一个真的问题,而是表示很强的语气和态度。 经常表示惊讶,没想到,或者责备,不满意等等。 下面,我们一起看几个例句。 例句一 我好想吃一个披萨。 咱们不是刚吃完晚饭吗?你又饿了? 他们两个人都吃了晚饭,可是那个人还是想再吃。 对方很惊讶,提醒他已经吃过晚饭了,同时也表示了质疑。 例句二 怎么没看见大卫啊? 他昨天回国了。 你不是昨天回国了吗?怎么还在这里? 昨天下大雨,航班改成今天晚上了。 他们都知道B的航班时间是昨天,但是B没有离开。 今天又见面了,A想说的是B应该昨天已经回国了,可以用不是吗?来加强语气,表示质疑,并提醒B注意他们都知道的事实。 例句三 上课的时候,老师讲了生词。 学生没有认真听,过后指着书上的生词,问旁边的同学。 安妮,这个词是什么意思? 老师不是刚讲完吗?你刚才没听到吗? 男生没有听到老师的话,又去问同学。 女生提醒男生,老师已经讲过了,他应该听到老师的话。 这里用不是吗?表示质疑和不满意。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。 一 不是吗? 这个句子不是否定句,他强调肯定。 不是吗的意思就是是。 二 提醒对方注意某种明显清楚的事实。 而这个事实是对话双方都已经知道的。 三 不是吗? 有时表示吃惊,没想到。 也有时表示不满意,责备等语气。 四 不是,这个词的位置比较灵活。 一般在需要提醒对方注意的内容前边。 妈在句子的最后边。 现在,让我们看看刚才那几个情境应该怎么说。 大卫说过晚上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。 用反问句强调他说过的时间是晚上,应该怎么说呢? 对,你不是说晚上去吗? 这样比直接说肯定的句子更能表示吃惊和质疑的语气。 安妮不吃辣的菜。 用反问句表示提醒安妮他说过不吃辣的这句话,应该怎么说呢? 安妮,你不是说你不吃辣的菜吗? 用不是吗?来提醒安妮注意他说过这句话。 爷爷爷的眼镜挂在脖子上,用反问句表示提醒爷爷注意看,可以说什么? 这不是你的眼镜挂在脖子上,或者,你的眼镜不是在这儿吗? 接下来请你做一些练习,看看你是否已经明白了。 请选择正确的句子。 一,我的书呢? 应该选A,不是在这里吗? 用不是吗? 用不是吗?来提醒对方注意他的书在这里。 二,老师,今天的作业是什么? 应该选B,不是告诉你了吗? 三,我们星期五下午去逛商场吧。 应该选A,星期五下午不是有考试吗? 用不是吗?提醒对方注意,星期五下午有考试。 大家学会了吗? 今天学习的语法在生活中是怎么用的呢? 我们一起看看吧。 亲爱的,我回来了。 我今天买了牛奶。 啊,你又买了? 啊,我们家里不是有很多牛奶吗? 哦,我问了。 鸡蛋你买了吗? 没有啊。 我不是告诉你,让你买鸡蛋了吗? 哦,不好意思。 不过我买了这个酸奶。 我不喜欢喝这个。 你昨天不是说,你很喜欢喝这个酸奶吗? 我不喜欢喝这个口味的。 我喜欢草莓口味的。 你不是知道吗? 亲爱的,对不起。 今天的语法,大家学会了吗? 我们下次再见。 咱们就